画面上写着打毒六字绝 中国环台军演 24号晚间一结束 解放军东部战区立刻po上最新影片 其中一段共击机舱视角 有中国五星旗和台湾中央山脉的合影画面 秀肌肉强调军演有多切近台湾 人体官兵正以昂扬的姿态 随时准备迎接一切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中国解放军连两天无预警 在台海周边举行联合力舰操演 我陆海空军都有快速应对 国防部罕见释出F-16V战机 标定轰6级歼16动态 画面可见明显目标识别方框 但共击浑然不绝 国防部发布截至25号凌晨6点的共军动态 军演期间总共征获62架次共击 其中47架次进入台湾西南东部空域 另外27架共舰在台海周边行动 要压缩我们的临街区 也就是军事防卫的空间 第二个要争夺电子控制权 拦截其他国家的商船或渔船 让他不管靠近台湾 骚扰我们的商业航线 整个地缘战略上面控制西太平洋 也就是第一岛链的这个位置 军事专家分析中共军演 时机景天520就职大典有见指意味 即管赖总统的互不隶属论述 并未脱离原先路线 但中国发动军演似乎要对内有交代 布朗赖清德总统在这一次的就职言说 其实已经释放出很多善意 中国军援的目的还是针对他国内内部 希望说让他内部能够看到说 中国是有能力 有这样子的军事上面的这种霸权 中国对台大袖军事肌肉 未来恐怕成为新常态 但战狼形象不摆脱 恐怕换来国际更多鼓励 三立新闻李温婷去到云台报导